当裹盖板打开的那一刻 出现的画面 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 陕西挖出不败战神 祸去病墓 专家掀开盖板后 只见一柄红鹰枪 寒气逼人千年不朽 这难不成当年的祸去病 用的是枪 正当大伙议论纷纷时 预盘人用剑弩相继被清理出来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整间墓室 居然是由一整块金丝楠木雕成的 其奢侈程度堪称前所未艰 下一秒 一套神秘文物的出土 彻底引爆了发掘现场 当年的祸去病究竟是怎么死的 棺材里又发现了哪些 鲜为人知的宝贝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飘其将军祸去病墓 陕西省兴平市南卫镇石岭坡上 这天下午 施工队正在锦楼密鼓的忙碌着 为了配合城市规划 这里将修建一座住宅楼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进行到一半是挖掘机 居然刨出了一座古墓 很快 此事便惊动了市博物馆 专家赶到后 立即启动初步勘探 结果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脚下竟然埋着300多具棺材 其中 东北区域 是一座罕见的 西汉贵族墓葬群 经过一番清理 考古人员把注意力 瞄准了M84号墓 因为在下葬时 它的位置较浅 便于发掘 半小时后 棺材呈现在众人面前 果板由山木打造 价值破斐 揭开后 只见足相变相堆满的陪葬品 首先一路眼帘的是 二十多件陶器 典型的西汉早期风格 紧接着 众人就被一大串陶影称吸引了 这曾经是一种 流通于战国时期的货币 原形 由等量黄金铸造 盛行出国 不知出于何种墓地被作成逃避 陪在了墓主人身边 接下来又出土了一大堆勤半两钱 不出所料 也全都是陶制的 这说明观众的人定生活在西汉早期无遗 随着最后一层盖板被揭开 一句海骨重现天日 他四肢千玺 身材矮小 经鉴定 生前是一位妙邻少女 一个女孩子家 不用书赞陪葬 观国里怎么尽是钱呢 正当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释 另一头传来了爆炸性消息 距离M84号墓13米处 找到了一处墓葬 规格更高 占地面积更大 天花板上 居然会着西汉皇室 才可使用的云鸟文式 当裹盖板打开的那一刻 出现的画面 令考古队员 感到震惊 陕西挖出不败战神 获取病目 专家掀开盖板后 只见一柄红硬枪 寒气逼人 千年不朽 正当大伙议论纷纷使语 预盘人勇 剑鹿相继被清理出来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观国居然是由一整块金丝栏木 雕刻成的 其奢侈程度 堪称前所未接 紧接着一套神秘文物的出土 彻底引爆了发掘现场 此刻 所有人都对M82木充满了期待 随着表面泥土一点点被扒开 五块黑漆漆的木板显露了出来 看似其貌不扬 却用的是上等金丝栏木 每棵树的年龄 起码在500年左右 怀着激动的心情 专家打开了果板 下一秒 一枚精灵剔透的玉盘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温润清脆材质 来顶级新疆和田域 这等品项世间少有 拿到拍卖会上 起码五亿起拍 就在大伙惊讶于 陪葬品的奢华时 边巷里的一大堆人形木俑 被清理了出来 形象生动 表情各异 用料全都是顶级金丝栏木 这是用来替代 上昼时流行的人训 孔子月 始作俑者即是如此 木俑分为歌舞姬和奴仆 从他们身上 依稀溃谈到 主人当年的奢侈生活 可问题来了 紧挨着的两座木 规格 怎会差别如此悬殊呢 就在考古人员疑惑不见时 几枚七弩被找到了 望着上面完好无损的结构 人群中突然传出了一声惊呼 快看 这是什么 寻生望去 残骸旁躺着一根黑色的铁棒 拨去上面的污垢 刹那间 一柄红银枪重现天日 刃端闪着寒光 难不成 牧主人生前还是为武将 此刻 众人做梦都想不到 一条隐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 即将水落石出 忽然 一名考古队员 在关国的夹缝中 发现一件器物 陕西挖出 不败战神 祸去病目 掀开盖板后 只见一柄红银枪 寒几避人 千年不朽 正当大伙议论纷纷时 预盘人勇 剑弩 相继被清理出来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关国居然是由 一整块金丝楠木雕成的 其奢侈程度 堪称前所未接 紧接着 一套神秘文物的出土 彻底引爆了发掘现场 当天下午 考古人员又在棺果中 清理出了九件玉形器物 造型奇特 质地 精盈 一位资深专家看到后 师生道 这是玉酒壳啊 怎么会在这里 原来古代帝王将相临死前 会用玉石堵住自己的酒壳 也就是两眼两耳两鼻孔嘴巴 尿道和肛门 这样做可保阳气不屑 从而尸身不服 惊魄不散 其中一枚含在口中 还被雕成了馋的模样 取地下重生之意 这意味着M82大墓的主人 很可能是位皇亲国戚 生前带过兵 还出自皇家 死后墓在陕西省兴平市境内 下一秒众人脑海中 浮现出一位熟悉的身影 汉飘骑将军获取兵 因为距此不远处 正是千古一帝 汉武帝刘彻的茂领 而这位不败战神 因生前立下不适功勋 特在死后赐恩 永伴地灵 长眠刘彻左右 直到今天 史学界对他的一生 依旧充满兴趣 18岁领飘摇小卫 率八百骑兵 奔骑大漠 重创匈奴大营 20岁升飘骑将军指挥 千军万马 与匈奴大战和西 奸祥十万名震天下 从此 匈奴不敢南下放马 是不敢弯弓报约 公元前119年 霍继兵和舅舅魏青 对匈奴发动决战 此意风狼俱续 祭祀汉海 而他也因少年得志 未尝一败 人称冠军侯 可怜人没想到的是 一切来的如此突然 汉武帝元寿六年 公元前117年 霍继兵暴毙家中 年仅23岁 消息传出天下大动 刘彻更是哭得肝胆欲裂 但离奇的是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 却偏偏省去了他的死因 只用了一个足代替 千年来 坊间一直争议不断 有人说冠军侯少年得志 功高震主 触怒了刘彻的逆临 这才被刺死 还有人说 他恃宠而骄 当着皇帝的面射杀了李广的儿子李感 这才招致霍殃 甚至还有说法 霍继兵曾插手太子与兄弟们的封王之事 最终惹怒了汉武帝伸手一出 怀着上述的餐椅 专家们曾仔细检查了M82大墓中的尸骸 结果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一无所获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关中陪葬品 随随高达上百件 而且各个价值连城 但诡异的是 却没有发现一丝名吻 仿佛有人在故意隐瞒什么 以至于是否是获取病目 还存在疑问 目前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 未来一定会有新的结论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